圆滚滚的眼睛 眼睛古宝白箱仿佛打着招呼 走入华星街 你会发现更多特色彩绘 华星街发展协会将去年参加金发局比赛获得的奖金 投入改造华星街 向去公所认领21个花圃 重新整理综上椰子树 邀请专业团队绘制墙面 不管是古代皇帝初旬座的双龙舟 或是插上美容防晒圣品特纳卡的女孩 让华星街充满浓浓南洋风味 特别设计的这些有代表缅甸 当地文化特色的藤图 还有招牌统一的设计 猫头鹰它们是代表吉祥招财的意思 所以它们店里面 有些店里面除了供奉佛祖之外 也有供奉猫头鹰 地面上的图腾要眼夺目 不过抬头仔细一看 还可以发现招牌上都有一对猫头鹰 在缅甸它们可是吉祥物 也是每个人心中的守护神 代表着招财 不少店家对于华星街的改变 表示赞同 看起来就是很有很整齐 然后客人看到就说 每一家每一家的店面都是很明显 然后要去哪一家 抬头起来就可以看得到 那对一些外地的游客 然后就很有帮助 然后对我们这边的也是一样 下次来访华星街 除了品尝美食 不妨找找酒中彩绘图案 体验寻报的乐趣 众家新闻陈佳云中可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